您正在收看的是澳亚卫视中文台 接下来请收看澳门万象 澳门万象由华发股份独家特约播出 欢迎收看今天的澳门万象 我是刘宗志 今年澳门的股网市场将会全面开放 电信管理局预计 今年上半年就会完成一个发牌的程序 到时电信的经营商将会由一家变成三家 早前网民又趴地又以改编歌曲恶搞 澳门电讯不满澳门上网速度慢 收费比邻近地区都要高 不过这种局面相信很快就可以打破 行政会完成讨论新的固定公共电信网络制度法规 从明年1月1号起 经营固定网络的服务 牌照就会从现在的一个增至三个 当局认为这次是澳门电信市场 全面开放的一个里程碑 如果你设施上面没有一个有效竞争 不可以有更多选择给市场的话 其实服务即使你开放的话 由于它自己不可以去建立一些东西 它在竞争度是有限的 因为特别在租线上面它是会贵了 也都跟原油的营运商的优势是没得比较的 当局预计有新的营运商加入竞争 无论是网费还是流动化费都有回落的空间 不过究竟可以减多少 涛用墙只说要交由市场决定 流动电话营运商包括互联网的经营者 他们需要用到这专线服务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价钱去使用 或者间接 将他们的服务可以从成本上面有一个降低 最终得益的都是市民 电信管理局明年1月就会开始招标 预计最快上半年就可以批除经营牌照 欢迎今天光临澳门万丈的两位嘉宾 第一位是澳门三十行动联盟的汤荣耀理事长 欢迎唐先生 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澳门时事评论员苏文英老师 欢迎唐老师 一起关心和大家生活比较相关的网络市场未来 是不是开放的相关话题 其实网络有两部分 一个是上网 一个是流动电话 看回澳门比例在澳门人均有两部手机 这个比例在全世界来说算是排名很前面 苏老师 当我们看到流动电话和顾网的比例 简单说 整体我们的电话用量是很高的 整个澳门来说的用户 现在问题是我们在看过往的经验 告诉我们 网络尤其是用到互联网的时候 就更加多投诉 互联网的慢 互联网的速度是贵速 大家都知道 虽然他说这些是宽频 但我们感觉不到那个快速 是不是全部都用光纤才快些 我们现在未知 但是给我们感觉 我们现在的供应商 提供电话服务 市民是非常不满意 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他是独市 所谓是专营 那这里是否应该打破 现在政府正在做这个功夫 打破了 但在这段时间 我们未知 会有哪些营运商 我们会过来去竞考 现在澳门一间所谓垄断的电讯方面来说 看看相关的历史 澳门电讯是成立于1981年 是一间合资经营的电讯公司 截止到2011年3月份 澳门电讯互联网的用户 有13万4千多 移动电话用户有60万 其中近9成是三珠用户 有7.6万用户是使用移动的宽频 我们希望在今年开放了相关的经营权之后 尤其是大家经常用到的互联网方面 可以有一个改善 其实大家经常说到互联网滞后的问题 大家经常说到我下载一些音乐 或者看网页很慢 但是在互联网滞后 其实影响的是比较深远 例如我们的三十行行动联盟 我们会做一些网络媒体 可能会牵涉到上载速度 比如有些人做一些网络电视 一些片段一些节目 我上载的时候 我可能一天才可以上载一集 就会很影响传播的速度 还有比如有些商务 会展业的一些范畴 解释有些事讯会议 又或者他们有些资料 需要去云端拿的话 如果来到澳门 网速这么慢 可能常常断线 上载下载都未达标 可能会影响其他发展 所以希望未来朱延权开放之后 尤其是对于他的服务 和收费各方面 都会带来一个良性竞争 宋老师 良性竞争是非常好事 正正提出最重要的问题 一般市民觉得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电话 顾联网电话等等 收费是非常贵 就是比对其他地方 而另外 当然大家也投诉服务 服务交易也说了 可能速度慢 另外 就算去到公司里面 交费 服务也不太好 例如星期日 你不交得到 但是 我星期日 我们才叫得有空点 去交费 例如星期日 我不办公的 免得给三公 可能是这样说 这是我作出来的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看到 服务真的不能够令市民满意 这样的时间 一定要开放 问题在 开放了 是不是会打破到这个 我们是绝对希望 打破到 提供好些服务 我们的速度等等 是用得着 尤其是刚刚提到很清楚 我们越来越是一个商业社会 是很国际化的 我们需要很多的视像会议 因为我自己的经验 我根本就不能够在澳门做视像 因为凡真视像 那个电脑一定会叫我 不如你先关掉视像 听声音 就可以 不要说同步 听得清楚一点 否则你根本是用不了的 所以澳门经常说 我们面对国际 我们又要如何发展 我们的商业等等 但是我们后面的 最重要的支援之一 电讯 根本是不能帮我们 所以除了是收费问题之外 这个速度很紧要 希望未来开放了所谓的 专营权之后 最重要受惠的是市民大众 和在开放经营权的过程当中 那个门栏如何设置 和未来新加入的一些运营商 他们的资格的审查 相关部门也及时严格把关 唐先生 是的 其实开放市场 其实不只是一个手段 如果说回澳门 即是开放市场 我们其实也有几个 除了赌业成功之外 看回巴士 最初又出了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船 航运 航运 他出到来最后 还有一个飞机 其实好像没有一个成果 即是出不了来 所以要考虑一下 其实澳门这么小的市场 他怎样可以做到一个 更加好的竞争环境 其实我们很喜欢 用外国的一些例子去给 但是问题是 你看看澳门 有几十万人的市场 外国呢 或者他们有很多不同的 一些政府补贴 又或者是他们的整个 包括整个城市规划 他们可能 由一开始 已经铺了一些管网 他们一早已经做好了 成本相比较低 还有他们那些 营运商 他们可以有利润 所以他们愿意去投资 但是澳门呢 澳门其实永远 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 不是说 包括之前 都刚刚说了几样东西 开放了 其实是否真的 对澳门好呢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要去 去想一想 其实澳门我们都希望 可以留一个更加好的 互联网服务 其实当时也有人提议 其实或者有时候 不是开放 或者甚至乎 可以说政府包底 好像巴士 或者其他服务 政府包底 全部铺好 然后它只是 交给不同的营运商 去做一个市场营销 其实很多方法 不一定说要开放市场 是的 还有因为有时说到 开放一个模式的时候 结果令到市民 又不是十分满意 就像之前说的一些 模式方面 这是一个问题 刚才刚才说到 巴士这个方法 巴士开放了 其实没有开放到 巴士是 将那个方法转去 政府自己垄断了 然后分出去 所以这个例子不好 当然了 其他船等等 是一个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因为开放的时候 我们的市场够不够大 其实如果看回电话市场 可能应该够大 因为我们也看到 现在一间公司的时候 已经是用到 几乎每人有两个电话 据话说 有多一间 或者两间公司的时候 是最低限度 将原有市场的分开 一人一个电话 这样的营运形式 其实在早几年的 一人一个电话的时候 然后那个情况 我们看到 营运形式一样 是赚大钱的 所以当再开放的时候 问题在 原有这一间 因为它铺了很多线 将来来的 都可能是要用租线 这些问题出现了 就是租线的时候 会不会因为 原有 我垄断了这些线的时候 我给你一些盲力的 又或者 我没有那么方便 给你一些新的入场的人 速度一样是这么慢 所以我们的市民会继续罵 问题就是 看回政府在这边 当开招标的时候 我们会有什么条件 限制住 包括了 不理会的速度 比如上网速度不低了多少 下载速度不少了多少 等等 我们希望有这些保障 令到我们的营运商 有一个基本条件 市民是最简单的 用得方便 价钱合理 市民就不理哪间做 一间做好 两间做好 这不是市民的关心 市民的关心是 我用的时候 能不能提供到我需要 根据电信管理局方面 表示 现在陆续和一些有异竞标的企业 都有接触 所以希望相关的指标 亦都有很清晰的名示 唐先生 其实好像说 一些新的营运商 如果他们只是把眼光 放弃50万人那里 可能也未必有这么大吸引的程度 其实他们可以考虑 比如将来 可能会有一个新城规划 可以让他们投资 可能推出一些新的管网 又或者 当然也能考虑到一些旅客 比如一些旅客来到澳门 他们可能会用一些WiFi 或者其他一些上网 或者其他电信服务 等等的一些 或者可以说 一些营运商 其实他们可以把眼光放远一点 不是只是澳门这么小的地方 但是澳门我们有 我们的旅客人数很多 差不多几千万 在保障本地居民用 这个固网 分频 网络服务之外 其实 例如未来新城规划 人口都会增加 还有需求量不断增加的同时 包括每年二千多万人称游 这方面的需求 都是及时跟进的 是的 休息一会 先收回来 继续关心澳门万丈的相关话题 收回来再见 这里 栖息着一切的自然和美好 我们守护着一个远远流长的传统 投入 投入 体味 新闻真相 读到评说 解读最复杂的新闻关系 澳亚新闻每晚八点 从台湾观点带你深入了解台湾 探索大街小巷的台湾民俗风奇 掌握最火热的台湾经济动漫 进行锁定走进台湾 回溯历史瞬间 揭开尘封档案 穿越时空迷雾探究未解之谜 澳亚卫视重磅推出 大历史一角 带您一同解密那些鲜为人知的岁月传奇 探索澳门 包罗万象 解图诗证 直接名声 关注新鲜事 为小视频发生 独到风格开拓您的视野 争风对话焦点事件 尽在澳门万象 出行天气 今日要闻 健康养生 点藏美味 法律百科 视听饗宴 每天早上七点钟 尽情锁定澳亚卫视 全新的清清早茶 精彩不容错过 每天中午用三十分钟 带给您数里清晰的新闻资讯 无论是国际大事 台港澳动态 还是财经资讯 还是财经资讯 五间报导 每天中午十二点 给您一整天最需要的资讯能量 电视频 电视频 是 继续关注澳门万象 我是刘总志 继续来关心政府 今年将会开放电讯市场的经营权 未来经营商将会由一家 可能变成三家 但亦都有团体表示 在开放的同事 也会小心 相关的经营者 出现一些不必要的恶性竞争 澳门过往市场全开放 未来新的经营商 有权铺设自己的专线传送讯号 不需要在足用澳门电讯的专线 减少了这些中间成本之后 未来无论是网络还是手机服务 都渴望有更便宜和优质的服务 有关注团体又提出 政府应参考香港的经验 小心市场开放的初期 可能会出现的恶性竞争 因应他们不熟悉的情况 去兜售一些电讯服务 同时交给予网电话 其实很浪费 那怎样避免这些情况发生 包括怎样去设计一些冷静期 给居民去知道 有什么时候要取消 其实我想这些措施 其他地方都有些经验 一些不好的经验 但问题是 我们怎样去避免这些情况 在澳门重演 目前在澳门用手机接的电话 都要收费 其实也是行业垄断所致 林宇涛认为 未来市场开放之后 政府有更多的主导权 去调整这些不公平的现象 大家可能不知道 原来通过固网电话打出去 或者我们流动电话 打进去固网 其实我们都是需要 给钱一个固网 一个接入费 那在这个情况上 其实对一些流动电信 商量不是那么公平 因为其实我相信 固网有了新的竞争之后 其实流动电信 营运成本会降低 那在这方面 我想在互联互通的收费上面 也是理顺一个问题 我们将农澳门 是否可以卖向单向收费 这个也是世界的大趋势 林宇涛认为 市场开放除了有助于公平竞争 政府也应该确保一些偏远地区的居民 可以用合理的价钱来获得电视服务 所以很多市民都有担心 未来经验权开放之后 可能有一些不必要的 所谓的恶性竞争 甚至不规范的商业行为 若老师 恶性竞争 当一开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会有 参考一下 刚才提及 香港的例子 我们都看到 一开出来 个个都争争 用很多的手法 这个竞争一定会存在 如果他一直维持在法律范围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是接受的 一定会出现不规范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 最重要的是 市民是否知道更加清楚的情况 很多时候 这些国家的竞争 出现的就是 盖住这些资讯 骗你 用小的字 你看不到 要你签了 原来卖身了等等 所以政府的监管 这个一定是要很明显做到 而令到这个竞争 不是一定是良性 但一定不要引起 即是不规则 令到市民受损 但是问题是 只要有这个竞争 才能够令到 将来投计下来 可能是三个合约 它才可以一直继续 用这个竞争 来令到服务的提升 令到它增加生意 他们会想多些方法 才能够令到 在我们市民来说 我想上网快 他应该做到 我想上网好些 他应该做到 就是这个问题 市民的要求很简单 包括用户的需求 就是上网速度正常 快又最好 另外一点 就是收费没有太高 所以之前也有说 现在澳门的收费方面 就是固网置锋 以及归速上网 还有就是一流的收费 九流的服务 希望可能这方面的服务方面 可以不断的随住未来 无论是经营权开放也好 增加了新的经营权 经营者也好 那个服务可以得到一些提升 其实说回价钱来说 当然 对于很多地方 澳门的地方 真的比较贵 当然他这样的价定价的服务 会有他 就是因为他有他的历史的原因 而且也说 刚刚也有说到 可能一些物理上的限制 例如 有些旧城区 可能那些升级的速度 未拍下其他地方 所以才会造成这些东西 当然也希望 将来 开放了市场的话 可以有一个更加好的发展 其实我也想 补充一下 其实2012年 也可能是天线的牌照 广播牌照 也可能要开放 供电 供电 其实很多地方都在说 是三网融合 你知道 如果你要铺几条线 搞几次 其实很麻烦 因为光纤入屋 一条线 搞定了 包括电话 宽频上网 以及电视机天线 一次就做完 电视又可以上网 你也可以用电脑 又可以收起天线 其实对于居民来说 生活上便利 也提高了很多 而且这么合线的话 大家也可以向上速度 速度很快 比较稳定 比较稳定 成本也降低 其实政府可以 电信管理局 可以一次过 将这几人的东西 看看怎么可以 用一个2012 几个牌照 又要收回 又要重新批割 用这个契机 如何将三网融合 将这件事做好 其实这个说得很好 令政府可以多一点考虑 其他方面市民 和改善服务 同时都可以提升 居民这方面的生活质素 其实很多国家和地区 非常重视 互联网的服务 包括WiFi上网等等 一个发达的地区 这方面肯定要跟上 这是一定要的 因为我们今天说的 都是全球化 全球化的定义 其实是最舊的定义 最简单的定义 就是告诉我们 那个距离缩短 是因为我们有互联网 所以如果互联网 不能够帮我们 体验到全球化的话 因为互联网很慢 所以就体验不到 全球化 如果我们在澳门 竟然说 我们不体验全球化的话 澳门就忘记了 不要再说 什么面对国际等等 这些说话 我们要用回澳门 没问题的 但我们又会变成这样 所以其实 他刚才提到的问题很明显 为什么我们刚才在谈 为什么不做呢 三个的线路 是合一为一个的线路 其实不是一些新东西 又不是高科技 又不是尖端的科技 关键你想不想做 和想不想得到 我们很早已经有不同的议员 提了给政府 政府就一直拖 永远都是拖 不想做 拖不想做 然后就说 我现在开放这样 遲些我又开放这样 遲些又是三条线分开 我们看到 如果他现在不去做 永远都是三条线分开 永远都是落后 所以我们不能够 告诉别人 我们要面对国际 尤其是我们一提到电讯 我们根本没有资格 跟别人说这些说话 未来相关的网络资源的管理权 因为是由现在的电讯公司来管理 未来开放后 又是经营者又是管理者 这种情况是否会持续下去 我们不希望是这样 因为如果你又是管理又是经营等等 等于我们刚才说巴士 巴士是一样的 巴士现在政府收回来 分开出去做 出现了很多问题 大家在社区里面 讲服务的时候 巴士公司说他也有份 是要负责服务的 但是这些人投诉 政府又说他应该负责 说来说去 同样地出现了 所以在这些地方 我们的澳门政府 多时是谈了很久的事情 而不去决定 而最能够帮政府去发展的事情 更加不肯去做 问题是哪里 是否垄断这些权力 那班人的权力太大 影响到政府不能够去攻破这个垄断 无论是网络也好 电信服务也好 现在和市民的生活当中息息相关 变成了你生活的一部分 除了衣食诅行之外 除了刚刚过去的圣诞假期 元旦假期之外 未来很快到农历新年 所以在每逢自假的时候 这方面的服务需求是不断激增的 因为现在资讯发展 大家到大时大截都喜欢去 祝福一下 发一些电子邮卡 或者是寄讯一些短信 这些东西都需要去与时并进 现在澳门作为一个国际旅游城市 除了每年迎来大量的游客之外 包括未来澳门 即是世界旅游一行中心的定位 除了交通网络的优化之外 网上的服务的优化 其实也是很重要 尤其现在 是一个知识性 信息性的爆炸时代 其实这方面的服务 一定要跟上才可以 这一定要 尤其是我们今天看到 就是用游客的角度 我来到这里 我拿着一个IPA 我想上Wi-Fi上网 网充不行 或者不能上网 第一印象都差了 我自己也试过 政府在某些地方 例如公园 就说你可以上的 我用低部机器去上 我发觉我等了半个小时 我仍然在移动 即是上不了 其实我们不可以告诉别人 我们有这件事就可以了 要做得到功能出来才有用 正正就是我们真的没有做到 我们很希望新的网络里面 新的承办商能够做到 政府所说的 所给社会大众知道 最低限度 这些免费的东西是有在的 所以在很多发达的国家 和地区互联网的覆盖 包括Wi-Fi的功能方面 其实用得比较好 服务品质比较提升 就像刚才我们说到 例如你们经常上载的视频 除了下载之外 其实上载也很重要 如果网络跟不上 会影响你们工作的进度 上载这段是很重要的 当然你说我们一个人全球化 除了我们要接触到外边的资讯之外 也要让外边的人知道澳门有什么 澳门原来有那么丰富的 多媒体 有什么片 有什么音乐 其实上载出道也是很重要 让人认识澳门的一个渠道 或者发现多元产业 Masso有说到 多元产业的网续 你根本不可以和外国的其他地方接触 那你再谈什么呢 好 多谢两位嘉宾光臨 我们的澳门漫长 多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